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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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别急 别急 我去哪里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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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等一下 我们去叫医生 等一下啊 你等一会儿他们去找医生 怎么了 你还好吗 怎么样 见过这个人没有 没干嘛 你看清楚点 这么高 肚伤的 怎么了 我不 对 对不起 我我我刚才我 我不事故我也都 请家属先让一趟 对他进去 好 我们已经到达现场 这里就是事故发生地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医护人员已经到场 警察和消防员正在紧急搜救 至今为止会发现受伤人员 后续报道请详细关注我台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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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什么事啊 林月 他他他他 车掉海里了 这这警察现在搜着呢 那他人怎么样 人怎么样 二哥他 他可能也掉进海里了 你说什么 不可能了 怎么会这样 不是 爸 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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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救护车去 老林 今天下午一点左右 同时担任林氏提款 与牛卫总裁的林月 驾驶着车牌号为 零AK8505的黑色分池 车入海中 现在警方已经打捞了车辆 但是林月并不在车内 目前搜救队员 正在扩大搜救范围 后续信息 我们将持续为您跟进 到这时候还没有消息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最好是别回来 明天老了 不中用了 大儿子负责管理房地产 三个儿子成天在娱乐圈 打滚 最重要的是电商 一直是老二夫妨 现在他失踪了 咱们的机会就来了 今儿 同志市长部 务必尽快扩大业 趁着牛卫群龙无首 该把电商的头巴脚 也夺回来了 妳别动啊 小心伤狗被拉上 你是谁啊 我 手机借我用手 用手机干什么 抱紧 抱什么情啊 是你装的我 不是的 不是的 我可以给你解释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就报警处理吧 拜托 有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好好商量 能不能不要报警啊 拜托 那我是谁 你 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只记得是你撞了我 感觉怎么样啊 有点头晕 医生 他不是腿受伤了吗 我现在怎么觉得 他脑子也不太好 检查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但外力的撞击啊 有可能会引起轻微脑震荡 从而导致短暂性的 记忆空缺 外力 不是 那他这种情况 要不吃多久啊 这个不好说 两三天 或者几个月 都是有困难的 先缴费 要拿单子取药 好好休息 缴费 谢谢啊 不好意思啊 想问一下 能打折吗 不能打折啊 这 为什么会这么贵啊 是院长主导吗 这个手术费当然不贵 这不差要住院吗 那 那要是不住院 哪儿去啊 一万三 那就不住院了 不住院了 不住院了 你这个把手术费的 这么帅气的脸 不是留疤痕都太可惜了 你这个脸啊 应该买个保鞋 我的脸应该没受什么伤吧 小伤也是伤 来 我看看 小伤也要注意的 那我先走了 谢谢啊 医生说了不用出去 然后定期过来复诊就行 然后我现在去办那个出院的手续 你那去好好收拾收拾 我们就准备走了 你听到了吗 这什么 你需要支付的赔偿费 特级护理师 健康营养师 希尔顿总统套房 总计支出约等于三十万 你讹人呢 那就报警吧 让警察来处理 肇事伤人不是什么小罪名 先不说我的腿会不会有后遗症 光是后来的赔偿费 务工费 就不止三十万 而且你还要先到警局 去留三到五天 配合警方调查 现在你还觉得我是在讹你吗 你不是失忆了吗 你失忆了你撬起竹杆了还一本 我是失忆 但我不是变少 过去的经验还在我的脑子里 还是说一说赔偿的事情吧 我是真的没钱了 刚好去缴完费之后 我现在包里就只剩一千八百八十八了 等一下 李姐 安心哪 你这个月的房租是不是该交的呀 不是啊 李姐 我前两天再打给你啊 我早就跟你说了 这个月要涨房租的 你忘了 哦 百分之五 不是 李姐 百分之五十 是不是有点太高了 妹妹啊 你这个房子可是好多人抢这药的 简直是看你生活不容易 你这也没租给别人 你要手头紧啊 那不如给别人挪个地方啊 不行 李姐 我转给你 我现在就转给你啊 拜拜 李姐 拜拜 拜拜 这数字还挺激励 你看 我是真的没钱 刚交完房租 所以呢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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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 你住我家里吧 我家里也挺豪华的 不比那 西 西尔顿酒店不好 然后如果你要什么护工的话 我可以当你的护工 行吗 也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给我写个欠条 好 我顾安心 于五月五日晚上 意外撞伤受害者 为赔上受害者的各项损失 我愿意听从受害者指挥 在对方养伤期间 为其提供住宿 并照顾其群 直到还清余下限款 二十八万元人民币为止 可以出院了吗 受害者先生 我也要叫你什么 随便 那我怎么能 一直叫你受害者 只要你能专心看路 叫什么都行 今天卡里就剩八百八十八 要不我就叫你 九八 行吗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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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 到了 这儿真的能住人吗 什么叫真的能住人 我在这儿都住了几年了 那你家住几楼啊 二楼 那儿 你慢点啊 走 走了 你家没有电梯吗 只有楼梯 再说了 二楼而已 我扶你上去就行 摊 小将 是个小的 不连 你带路吧 我自己能走 啊 我穿什么 我家只有一双拖鞋 要不然我分你一只 我明天去给你买新的 真够豪华的 喝点水 这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 背醉用曲了都会这样 水够吧 没事死不了 喝吧 干净了 我睡哪儿啊 我又总不能睡沙发吧 我还是个病人 我带你去看看房间 你画漫画啊 无聊的时候随便画画 我就是送快递的 你随便坐 我给你收拾一下 要走了 我不是说 我给你打了 我等你 找我 找你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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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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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找我 找我 找你 不要乱动 这是你妈妈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随便问问 我跟你说啊 你可以睡在我的卧室 但是我卧室里面的东西 你都不能碰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 好久地继续买的 听到了没 不用了 我睡上方 家里面没有空调 只有电风扇 你要是觉得热的话呢 就只能忍着 совершенно embora ET 刷刷不能拳在风扇下面 为什么 这有什么风水讲究吗 太危险了 怎么危险了 要么就把沙发挪开 沙 要不然 你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跟你说意见风 你 你看着挺正经的 你不会对我做什么办 那可不一定 我警告你啊 我也警告你 你还欠我二十八万呢 不是二十八万 是二十七万两千 嗯 水电费 住宿费 三轮车 还有我照顾你的费用 这全部算起来大概是 八千块 所以我现在还欠你二十七万两千 那是你的服务贵啊 还是你这破破烂烂的房子贵啊 我房子哪破破烂烂了 我还有豪华大浴缸呢 再说了 我 我的服务是二十四小时 贴身服务 我这算便宜了已经 有多贴身啊 就是 三米以内 一米以外 好 那你听清楚了 喝水我只喝矿泉水 毛巾主要纯眠 客厅每晚十一点之后 必须关灯 关灯之后不许吵醒我 我暂时只想到这些 其他的我想到了再补充 怎么失忆了脑子还这么好 我再强调一次 我是短暂性记忆空缺 不是痴呆 那种易失忆什么都不会做的人 只有电视剧里面才有 去 把沙发给我挪开 怎么还是只有这么一点点击量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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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零八这一户 怎么突然就失火了 听说是微波炉起火 二零八 是 我家怎么 你如果使用电器 千万要小心 不要把金属烈器 放进微波炉里 不要 你家里没用过微波炉是吗 你要是没事的话 你就出去逛逛 别在家里折腾了 这都是钱 损换下去 六百块 我手机好 你要有事的话 就给我打电话 但是我希望你能没事 好 我警告你啊 你可想清楚了 你打上我是要赔钱的 今天回来的车费 五十块 务工费 务工费是六八 还有路上肚子饿买点吃的 疲劳费 疯呀 我告诉你啊 家里最值钱的东西 就是这台电视机了 这是房东最宝贝的东西 它要是坏了 咱俩谁也赔不起啊 我告诉你啊 你看啊 就是这个红色的按钮 你按一下就是开 再按一下就是关你 其他的钱其实你都不用管 就记住这个就可以了 你试一下 腿脚不太好 脾气还挺大的 那马头 我的马头 马头 怎么了 厕所里面有东西 哪有东西啊 出来了 就这 很好笑吗 当然很好笑 你这么大个白长了 怕蟑螂 你知道一只蟑螂身上 有多少种细菌群吗 多少 有四十八种 它最多可以携带四十八种病原体 什么寄生虫乱啊 真菌细菌啊什么 都会传过很多病毒的 猜死不就多了 你 你以为猜死一只蟑螂 就结束了吧 你知道它背后 可以产出多少只幼虫吗 多少 八十四只 一只蟑螂可以产出 八十四只幼虫 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家现在有八十四只账了 没错 我告诉你 你现在还没有意识到 事情的严重性 好啦 你不要唠唠叨叨了 明天我会去给你买杀虫药 话先说在前面 这个钱要算在你头上 因为你们来我家之前呢 我家是没有招啊 你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我把这个细菌群 带来了 我可没说了 是你自己说的 对了 我还要提醒你一下 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躺在沙发上 家里呢 现在有八十四只蟑螂 万一它晚上 爬呀爬呀爬呀爬 就爬到沙发上去了 保重 凌氏集团的总裁凌月 坠海失踪至今已有半月 凌氏旗下的妞卫也是风波不断 研发的技术差别 青天大猛料 总裁已经回不来了 凌氏集团真的暗中准备葬脸 本台记者找到妞卫现在的负责人求生 对于网上流传的不实消息 我们已经找了律师帮助 我们将会用法律的手段 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也请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 不要再胡乱揣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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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别乱跑呀 要是受伤了可没有人会管你的 我怎么没想到呢 我有那么好看吗 自立 那你拍我干吗 我帮你找家呀 拍你的照片 你家人看到照片就会联系我的 这样你就能回家了 别伤了你 别弄 给我 你看我这么近 你 你是想干吗 我什么都没想干 你别乱想 我什么都没想干吗 在这些地方 你自己是可以的 嗯 你说我 我很担心吗 有一点 你以为我怎么会搞的 还有这个 哪一条 有差 然后我们去死他 黑社会违法乱纪 然后躲在我的家 怕别人发现你 如果我是通缉犯 我第一个就对你下手 毕竟你孤身一人 有袖子可参 你 你可别对我下手了 你要是对我下手的话 你那二十五万块钱 可就没有了 你钱都没有还完 我怎么舍得下手呢 我会还给你的 不管多远 不管在哪儿 我都会把钱还给你的 只是我们现在 孤男寡女住在一起 实在是不方便 不是 这有眼皮怎么老跳啊 我还给你 刘爷爷 刘爷爷 安心 您孙子又给你家好吃的 今天又更新了 我这每次猜快递的乐趣啊 已经不是收获了 还是啊 猜你小漫画的内容了 您喜欢就好 我现在走了 好了 住手小心点啊 走了 你这新的香水什么牌子啊 特别好 来呀 古人网子 这香水味道不错 你也可以试试 这不是顾安心吗 安心 真的是你啊 好巧 顾安心 这么久不见 你还真是一点变化都没有的 顾安心 您认识这个人 当然认识 我们以前可是同学 你们都知道吗 这位快递员小姐 就是被顾佳抛弃的养女 养女 就是被学校开除的那个吗 对啊 林安心 少说两句 那魏总影片给我 安心 这是我朋友凯的公司 你去找她 她会给你安排 一份很好的工作 不用了 我现在做这个就挺好的 你就拿着吧 真的不用了 谢谢 杜莫过程这样了 还自知情高啊 人家馨儿是看你可怜才帮你 真是有娘生没娘养 一点教养都没有 你干什么 像我这种没有教养的人 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决动 你说话就好注意一点 走了 你 拿着 对了 南西 你男朋友的那个项目 我们公司不打算投资了 这是高层的决定 请你务必转告他 不是 欣儿 顾欣儿 欣儿 欣儿 医生 你真的确定 都很正常 肯定正常 他又没伤到其他地方 我弄疼你了 没有 这医生结婚了吗 有医生啊 女朋友都没 干谁起 我们医院工作太忙了 没时间谈恋爱 偶尔班会在家里走 你呢 没有 那你有女朋友吗 在哪儿 你们不是兄妹吗 现在不是都流行那种 哥哥和妹妹的叫法吗 我还有个事想问你啊 她这个腿是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我现在觉得她脑子有点问题 就是她经常会 说一些很奇怪的话 做一些很奇怪的新闻 也不知道是哪儿出了问题 脑部CD检查下来 是没有问题的 你说的这个应该是 病人受到创伤后 心里受到了冲击 这需要你们病人家属 慢慢地保持病人恢复 还能走吗 挺好的 小心 这么准啊 我的天 我的天 你没受伤吧 这有什么事 我是练家子 练家子 徒者接快的地 你等会儿 都擦破皮了 这有什么嘛 小问题 干吗 不疼吗 不疼吗 不疼 小伤而已 小伤 我自己来吧 好 是啊 谢谢啊 再等等吧 二十三百元就来了 很快的 来了来了 对不起啊 二十五路 我以为是二十三 我以为是二十五路 打车 我起了 你 你脱衣服干什么 干吗 淋淋雨不用洗澡啊 你 你洗澡也不用 在我面前脱衣服 你进去脱 对了 忘记告诉你 那个早上花咋坏了 你今天只能用浴缸了 你先去洗吧 你洗完我再洗 我需要你帮我 帮你干吗 帮我洗澡 你一erton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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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想什么 你 我在想什么呢 还是说你在期待什么 你 有什么好期待的啊 你脚受伤的 又不是手受伤的 平时都能好好洗 今天洗不了 可是我今天要泡澡啊 那有什么区别吗 区别就在于 我一个伤患人士 没法躺进那个小小的浴缸 自己想办法 一百一次 两百 好 好了吧 那我出去了 等一下 我够不到沐浴露 就去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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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顾完之 我 收 不 不用你了 等会儿我自己穿 等会儿我 你不仅服务没有到位 还把我看光了 你是不是得赔我 精神损失费啊 有 你这么讹人的吗 再说了 是你爸爸我 才不小心摔下去的 又不是我故意的 可是我全人上下 他都被你看光了 你有什么好看的 干嘛班跟电信杆似的 搞得我还很想看你 干爸爸 我哪有干嘛班啊 算了 我这次就不跟你计较了 赔偿分也不必了 下次注意点 行 给他们老儿去忙吧 好 小医生 臭小孩 真是你啊 你这腿 还行吗 没事 你倒是挺聪明 一下又猜到了 那当然 除了你谁知道 我每周再来福利院啊 除了你谁那么变态 用算术题给我看信息啊 我给你的东西收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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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呢 检测报告 谢了 钱包拿来 拿来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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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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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呀 丽华女 那敢叫 你这腿真不用我给你看一下了 陈律师 你的意思是 我父亲要把这百分之五的股份 给这个女人 没错 今晚已经不在世了 根据法定继承 这些股份 会转给今晚的女儿 女儿 难不成是老爷子的私生女儿 你也不在世 是不是私生女我不知道 但是董事长一直在找她 那也就是说 只要有了她这百分之五的股份 继承人的位置 就不用老爷子来给了 对吧 那我哥也知道这个消息了 是吧 程律师 那我是谁 你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清小费 让男男子取药 谢谢啊 你好 你电话给我一下 谢谢 喂 哪位 是我 林总 你没事 我去放心了 林芳的人那边有动静了吗 林芳总那边的人 跟了我一天了 不出意料的话 其实刚才肯定通表关机 有证据吗 证据还没有 那我先不出面 静观其变 等于上购 好 林总 你现在在哪儿 我去给你安排重处 不用了 我找到老爷子要找的人了 三十万 你讹人哪 那就报警吧 招式上人可不是什么小罪 所以要不然 你住我家里吧 小八 我的牙刷呢 我上厕所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了 等花童里了 什么东西啊 牙刷 好 你好像很有感触啊 因为我就是要子 好 幸好他不是老爷子的私生 是我 最近怎么样 这线工具防火墙 遭受到匿名和合工艇的实际 我们根据您提供的网络地址 已经追踪到了北方 是林芳总没被搞的鬼 不用担心 防火墙我已经收复好了 一切按计划进行 对了 还有家叫做飞特的新电商公司 最近一直在望我们的人 他们扬言 从牛尾跳统的人 可以得到上面的工具上 鱼叫上钩了 还有 林芳总 最近一直在找人调查 安心小姐 他查到了什么 目前还没有什么 盯紧点 务必不要让他发现安心 好的 您放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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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你到底在哪儿啊 我再也不赶紧走了 你听到了没啊 你跑哪儿去了你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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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杏 感谢观看 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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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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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恩 感恩 感谢观看 阿溪 我要是不知道你被我做的事 还真能被你 楚楚可怜的样子给骗到 我到现在都接受不了 你对我做的 杜经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是我觉得中间 一定有误会 误会 我被开除不就因为你吗 不就因为你落到这个田地吗 我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能力去做这些 你没有啊 你背后的人有啊 你为什么要逼我呢 我什么一定不放过我呢 大不了于送往破呗 还要怎么样 如果你在这样的话 我就要叫人了 叫啊 叫 叫 你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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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溪 阿溪 跑 你跑 你为什么也能逼我 为什么 你们逼我 你说 啊 啊 这 我干 雷夕 雷夕 你怎么样 没事吧 别担心啊 有我在 不用暖瘦伤吧 你的腿 我的腿没事 来 扶你起来 来 没事吧 小心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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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怎么了 你疼了是吧 你疼了 小白 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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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了 我们要不要送他去医院 我刚才检查过了 他没什么大碍 你先上车吧 我送你回家 你们认识吗 你先上车吧 小姐姐怎么称呼呀 就要艾莉就好了 你是安心吗 我宁小巴提起过你 所以你们是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会看上他呢 别这么说 他是我的恩人 我这么做都是应该的 你先上车吧 不要 就不过 你先上车吧 还有直走 直 直走右转就好了 好 左转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是阿丽带你回来的 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 谢谢了 没什么 我也是碰巧遇见的 时间也不早了 我还要送那个人 去检察局 就先走了 注意安全啊 我刚才你腿怎么突然就好了 应该是回光返照吧 听到你喊那么大声 轻急之下就站起来了 什么回光返照啊 是本能激发了人的潜力你知道吗 我刚刚被那个杜冬瓜又打了一滚 现在又站不去了 对不起啊 我知道是因为我 你要是真的觉得对不起的话 那你不如 多给我做几次按摩吧 什么时候学得这么紧了 我可没叫你啊 轮椅呢 我刚才太急了就给忘在那儿了 我现在就去把他找回来 不用了 阿丽说做给我买个新的 作为打写 毕竟我之前帮过他们了 可是人家今天救了你一命 你要怎么感谢他 也是啊 他怎么就对我这么好呢 你说他 他该不会是喜欢让我了吧 怎么可能 爱丽他身种这么好 可能是个警察吧 我也不知道 走吧 我回家 都已经十一点了 慢点啊 都已经十一点了 有什么事情吗 现在已经没事了 现在已经没事了 我不会再让他出现在你眼前了 那如果还是出现了呢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的 那万一呢 有我在 怎么会再发生的 好 那就 一言为定 盖帐 改账 这才叫改账 早点睡吧 灵芳那边继续盯着 有消息随时回报 喂 洪怡 安心啊 吃饭没啊 吃过了 是这样的 明天是你爸爸生日 我们在豪山大酒店为他庆祝 你看 你毕竟是顾家的孩子 长期漂泊在外 不是个事 要不趁这个机会回来看看 洪怡 自从他把我赶出顾家的那一刻开始 我就不是顾家的人了 你是在责怪我没有照顾好你吗 没有 侯英你对我很好 只是 安心啊 你妈妈是我的好朋友 你现在这样我也有责任 你责怪我很正常 只是 你爸爸身体大不如前了 他总希望你能经常回来看看他 再说了 安心也回来了 你们俩感情那么好 多想见见彼此吧 那就这么定了 我明天让安心来接你 你今晚早点休息 你也早点休息 来 鲜艳给你介绍一下 这边是姜伯伯 姜伯伯好 鲜艳啊 这么多年不见 长得那么漂亮 这谁眼前晓升杯 是不是小兔崽了呢 别砍了 那是顾家长子吧 身边那个女孩是谁 不知道 但是挺漂亮啊 你觉不觉得这位姑娘 跟顾董事长的 参与那金夫人 有几分神思啊 真的挺像啊 是不是就是 金夫人跟别人 在外边生的那个 私生女啊 什么别人 不就是林氏集团的董事长 都传开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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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那些人是在聊 我跟顾家的八卦吗 不然呢 说得这么大声 应该是怕别人听见吧 老夫啊 这位是安生的女朋友吧 真漂亮啊 那行 你们一家人先聊 我去找找老秦 你先忙 爸 生日快乐 只是安心 彻底给您调整的地方 祝您生日快乐 人来了就好 没必要那么拘束 是啊 是啊 安心 又是一家人 不能那么客气的 所以那个人 就是那个百分之五 不过要是爸爸在就好 他在干嘛呀 来别人地盘认女儿 疯了 我找了他那么久 得来全目非功 正好老二今天那个 就是为了 在 我爱你 照顾服务 你不得了 你们最后 你不得了 我我 就算是 那么确定 你不得了 我还会 那你 你不得了 我还没得了 又宽又大 林总 最新的消息 林方总也回去 准备一下 您是要 故事宴会 冒昧问一下 你喜欢魔术吗 你是 魔术的有趣之处 就在于它充满了秘密 可一旦揭开了面纱 可能就会让人失望 而你做好准备 迎接新世界美好的秘密 这人说话怎么一股传销 该不会是骗子吧 我突然就不想知道了 女人的心思果然难猜呀 尤其是漂亮的女人 我突然就不想知道了 女人 骗钱不行 你以为我是骗钱的呀 那不是牛魏公司的总裁吗 他抢了故事集团不少生意 怎么会来的 是啊 小宝 好久不见 正式介绍一下 丁月 丁月 二弟 这腿好得挺快啊 你说到底是肖医生的技术好啊 还是你的演技好啊 可以邀请你跳支舞吗 还是小姐 我可能没有资格 跟林总你跳舞吧 那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吗 好久不见了 一起跳支舞吧 走吧 我们跳支舞吧 走吧 我们也去吧 我们也去为你的演技 现在我不是骗你了 你认识我这个弟弟多久了 凭水江峰阿姨 那我就得多多少少提醒你们去 我这弟弟可不是什么善为 最重要的是 他不会做对自己没有价值的事情 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惑 我会一一跟你解释清楚的 但是你现在能不能离我大哥远一点 我知道 就是离你们邻家远一点 不是 安歇 我不是这个意思 渣 月哥哥 你是怎么认识我姐姐的 说来话超 如果我的弟弟要刻意接近你 那你可得注意 毕竟你身上有我们 零家百分之五的股份 什么百分之五 你不是对秘密背后的世界 充满好奇吗 等你见了我爸爸你就知道了 你爸爸 灵氏集团总裁灵天 也是你母亲今晚的舅友 你父亲跟我母亲没有一点关系 至于你说的百分之五的股份 我根本就不知道 你不要乱说 祝来 他hoe数 как她你 冤枉宇迟 你骗多少 ignoring她 宝贝 她是你 我个人 我 Status 站起来 宝贝 顾安心 你还记得我吗 安心 安心 没事吧 安心 安心 你还好吗 还不赶紧报警 不要报警 这是我朋友 我呸 这是你朋友啊 这是你 真的是倒了八倍才没了 若我不是你 我也不会落得 现在这个地步 在干什么 安心 你想到了什么时候 爸 顾董事长 你这个时候 不应该维护自己的女儿吗 凌鱼 这是我的家事 我希望你能少说两句 别管闲事 但是安心的事情 我还是要管的 董事长 打扰到大家的宴会 我们现在就离开 如果 我找了你好久都没有找到 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我给你解释 好吗 放开的 不要 安心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这是我自己的私事 你们都不用跟着我了 我再也不离你 如果你再跟着 我再也不离你 好了 好了 大家别看了 是个小插曲 把所有相机都没收 把照片都删掉 虞公 对不起 我没有想到我们再次相遇的情景是这样 我失去的不仅是这一双手 还有我的意识 是一句对不起就都弥补得了的吗 虞公 我知道 我现在做什么都没有办法弥补你 不过我会尽全力 用我的一切去弥补你 对 对 你现在是高高在上的大小姐 你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你有什么事弥补不了的 有什么事弥补不了的 バック 我已经有 你会有什么事弥补 你现在怎么又不见了 你不为什么不见了 你不见得更多的 你就没有意识 你还没见到 这边哪里是没有监控的 更衣室和厕所那些地方都是没有的 我们现在快一个一个去找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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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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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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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宋月 小子 什么时候这么击嘴了 安心 谢谢林总 帮我妹妹还给我吧 不用了 你说什么 就算你是安心的朋友 公然在我顾家的家宴上 把我的妹妹带走 不太合适吧 她是我的人 你胡说些什么 我说她是我的人 各位 有话好好说 顾先生 林总跟安心小姐的关系 比你想象得更加亲密 一张照片拿来证定神的 吵吵 能不能像什么样子 让他们离开这儿 还有你 就问你怎么办破事 把那么多客人搁进来 爸 这怎么能是一点破事的 安心她现在已经 安心 安心 你不是说什么 你怎么办破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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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办法 你没事吧 肚子没事吧 没事 你不是说人没什么事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醒啊 他还没醒呢 不止是因为外伤 是因为长时间 心脏负担过重 凤血功能不足 巨魁祸首是谁 我就不就说了吧 来 你有没有点不舒服啊 不用你管 如果呢 但如果他跑了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如果你敢对他做什么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是太心软了 他都把你害成这样了 你还护着他 我就是太心软 如果刚开始遇见你的时候 没有那么心软 也不会被骗 是我的错 不重要 松手 你先出去吧 我 把门带上 好 我们聊会儿吧 聊什么 聊林总打算给我多少 遣散费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没什么好聊的 老嬸 我 松开 那我松开了 你跑了怎么办 我不跑 你松开 那你说好了 不跑了 说好乱andin 不行 你肯定是骗我的 你要是再不松开的话 我就咬舌自尽了 我咬了啊 别乱来啊 什么年代了 还真的有人咬舌自尽啊 你给我一分钟时间行吗 说吧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其实走了就不用再回来了 我之所以会离开 是因为家里真的出了急事 我必须得走 急事需要去酒店吗 酒店 你怎么会 我怎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的事情已经太多了 失忆什么时候好的 你别说 腿伤也是骗我的 不对 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为了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林总 演得挺辛苦的 艾莉只是我的下属 有很多事情没有及时告诉你 是我不对 腿伤好了装才也是我混蛋 但是我对你的感情 一直都是真的 爸 我不管你现在在哪儿 马上给我拱回来 你怎么会拱回来 安心 你等等我 我很快就回来 好 说话算话 开张 我幼稚 这都是你教我的 不许耍蓝 你拿我鞋干什么 我收起来 万一你跑了 凌鱼 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 顾安心的女孩啊 是 她是我喜欢的人 她是你喜欢的人 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你早就知道她在哪儿 但是你瞒着不告诉我是吗 你是不是为了她身上 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老二 这就是你不对了吧 你怎么能因为 这么一点股份 就欺骗人安心的感情啊 再说了 要不万一 安心要真是爸爸的女儿 你是不是就铸成大错了 我是真心喜欢安心 而且 她不是爸爸的女儿 这是安心的DNA报告 上面显示她不是你的女儿 上面显示她不是你的女儿 如果安心不是我们的家人的话 那爸爸你怎么会给她股份呢 没错 安心确实不是我的女儿 既然大家所有人 今天都在这儿来 我就索性一次性 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我之所以会给她股份 那是因为她股份 她的母亲 今晚 今晚对于我林天来说 她是我这一生 都要感恩的人 我记得当初 我创业失败的时候 要不是有今晚的资助 根本不可能有 今天的临时集团 所以今晚对于我来说 既是我的朋友 更是我的恩人 那百分之五的股份 是我林天当初 承诺要给今晚的 虽然说她现在人不在了 但是我说过的话 绝对不会收回 虽然安心跟我没有血缘关系 但是今晚的女儿 就是我林天的女儿 所以你们记住 千万不要对安心 动什么歪心思 令我上sten چ个氛选 二弟 你这腿是不是刚好啊 走路优着点啊 就不劳烦大哥你操心了 chw 一路小心哦 大哥 你说话这么难真干嘛 我哪有啊 大哥 爸爸是不是刚才说过了 不准你们打郭安心的主意 你是不是又动了什么外星子 话是这么说 但既是女儿又是儿媳 狠耳不畏 不过啊 我觉得你都怪哥 不是 你胳膊皱到哪儿坏呢你 我没事在这间病房吧 我 不要让我难做嘛 安心 安心 哥哥来接你了 安心 安心 哥 快上来啊 你怎么来了 你还不快点上来 我上不去了 我能下去反正也不高 等我 我马上来 把手 走 我还吓死了 你什么时候找门来了 你回去告诉凌云 医药费还有欠她的钱 我都会还给她的 跟我们走吧 来 走吧 医药费我给 行不行 能不能不走啊 刘晓辉会埋怨我的 我走 我拨打的用户 才是五百厘头 伯总 对不起了朋友 兄弟无德无能 还是斗不过你聪明伶俐的 小娇妻 尽管我豁出性命 再三阻拦 但是还是让她 跟着顾安生跑了 为了赎罪 我决定面笔丝过一行计 不用找我了 去药没胡同 吃了我做的饭 转眼就不认账了 没吃 扔掉了 你 随便你 没空招待你 我肯定像当自己家一样 不用招待我 你倒是还挺不客气的 就把这儿当自己家了 有你在的地方 就是我的家啊 不是我寻思着 我们才认识几个月 也没有这么亲近吧 有些人虽然刚认识 但却感觉认识了很久 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没有 我洗碗裙 我帮你洗啊 我不要你帮我洗 那我帮你捋臭的 不用 不用 我去洗碗裙 我来吧 我都有一百种方式接接你 不管你怎么推开我 我都有一百种方式接接你 这都是报应你知道吗 都什么设计啊 危机四伏的 还把勺子放那么高 万一哪天忘了关门磕着你 怎么办 是你跟这儿相磕 我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多怪顾完整 是你自己不小心 你干吗要怪我哥呀 你扣子 我帮你扣吧 我自己扣 我帮你吧 不要你帮我 安心 不用 干什么 安心这种事情要去房间里做了 不是 哥 刚刚我们 安心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林总 林总 让他打 哥 林月 你怎么不躲啊 你拒绝我比他大我还让我难受 林总 林总 我们走吧 安心 你手受伤啊 疼吗 疼吗 不疼 我就恨我没把那个混蛋揍得再狠一点 哥真的是误会 我都看到了你还替他说话 不是我 不是安心 小八的腿不是瘸了吗 我这怎么什么情况你们俩现在 我看得稀里糊涂的 晚点再给你解释好吗 我来吧 我学过护理 哥 不管怎么说你打人就是不对的 他欺负你难道我就在旁边看着 是 以后不要让我看到这个人 我坚决反对你们在一起啊 我都跟你说了 这就是个误会 因为我的脸子 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叫欺负了 他们俩之间相互喜欢 这也就是情侣之间一点打情骂俏而已 不是情侣 不是情侣 我说你 我说我让这些评价都是刷的 也不一定吧 万一是没有到饭点呢 管他呢 反正我们今天要庆祝一下 安心入职新公司 谢谢 这 这什么呀 这 吓我一跳 好 谢谢 哥 我们没有点火锅 还有这些东西吧 不用 不好意思啊 我们好像没有点红酒 还有这些 这是我们店的贵宾林先生 送给您的 林先生 我也是小爸爸 他不至于这么浮夸吧 这里都被我给包了 肉和酒都是我点的 不够了还有 想吃什么自己叫 随便点别客气 怎么样 敢动吗 一动不敢动 那我多动呢 不好意思啊 我一会儿要开车 我妹妹不会喝酒 心里面 那不可惜了 八二年的大夫 这有哪个林先生 做的事挺土的 长得还挺帅的 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那个土偶男 好 长得人模人样的 可惜了这副好皮囊啊 皮囊好吗 不行 哎 你们俩说悄悄话 我都能听着啊 听到又怎么样啊 这饭呢 他突然就不香了 大哥 这空香漏水了 也就你是我第一 我让着你 要不咱们先吃饭吧 吃 这什么破锅啊 你烤就糊了 你这么烤能不糊吗 你烤啊 看了出来小白还蛮会的吧 因为我有个好老师啊 你这个叫 青树玉兰胜玉兰 看到了吧 这你小心一点 哪儿啊 没事 哥 我去买些药膏 一会儿就回来 等着 安心 我们一起去吧 真恶臭 你干吗 我们不是去买药吗 玉玉 我跟你说话吗 我跟你说话吗 那些爱业的人都不在了 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 做 做什么 帮我涂药啊 帮我涂药啊 早说你车里有药嘛 白折腾 那我要是早告诉你 你还会跟我下来吗 所以你是故意的咯 那还不是因为你 总拒过于千里之外 你这么说就是我的错呗 不是 是我的错 安心 原谅我吧 不管再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 原谅你是可以 只不过呢 我以身相许 我不是说这个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 原谅我了吗 行了 我服了你了 怕了你了 原谅你了 行了 那明天跟我一起去见我的家人吧 见家长 这么快 我 我没有答应你要做你女朋友啊 那你现在不就是了吗 我没有 我只是答应你要原谅你 但是我没有答应你要做女朋友 那既然不愿意就算了吧 什么算了 这么快你就反悔了你 那就是我的准女友了 吃个饭总不过分吧 可以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换个地方 吃烤肉 那我得跟我哥还有悠悠说一声 发信息 要下雨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哄小孩呢 这这么好的天气 跟我说要下雨了 该不会是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吧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要下雨了 走吧 那好吧 走吧 我总算是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哥了 钱不当钱花 就知道搞破坏 可能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心意到了就好了 你等一下 走 于是 会儿啊 小孩 我都把你惹了 好 安歇 我们从头来过好吗 那你要答应我 以后所有的事情都不准骂我 我答应你 你要干嘛 未经许是 或者 我想你 多许是 oto 就 不 嗯 这样 sz 然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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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雨就下雨 又不是没有淋过雨 我知道你不怕淋雨 但是你今天穿这么透 万一给我看光阳怎么办 我自己了 我自己了 手怎么这么凉 好 好点了吗 车费转给你了 我们之间用不着谈钱 我不收 帮你胜了 不收的话我就不坐车了 你很有钱吗 总拿钱来解决问题 我没有钱 我只是一样画红 跟某些人学 不是 我全部都想不存在 我们就先宝费车 你不存在 我还是想咱们 我们在和李 你不存在 走 你不开 我还不养 我们会算 我会算 你不存在 你不存在 我可能还在 汽尔 你先听 别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板 帮我S打扰一下 请问有没有手机可以借一下 老板 订房 欢迎二位贵客 老板 能不能借一下手机啊 你看其实这大暴雨下得太突然 把我这信号线都弄断了 你看 我直播都看不了 他是不是不想借我们电话 好像是 我说你们小两口有什么话 留房间里所在 我们不是小两口 不是小两口 那你们离那么近干吗呀 帮我们订两间房吧 好嘞 一间大床房 不是 是两间房 实在是不错想 我们旅店啊 就剩最后一间大床房了 怎么可能就剩最后一间呢 我看你这儿也没有人 也不像是满科的样子啊 要不我们去其他家看看 好 去吧 去吧 看看我们这小地方方圆百里 是不是只有我这一家店 到时候恐怕你们回来 一间房都没喽 一间就一间吧 得嘞 得嘞 现在的酒店就是这样子 总是喜欢搞一些奇迹怪怪的东西 你拿那个东西干吗 好 今晚就先将就一下吧 但是这儿只有一张床 那不如 不行 不行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不如我睡地板你睡床 怎么 你想跟我一起睡 跟你个头 快去洗澡吧 别感冒了 知道 知道了 你的衣服 我已经帮你把烧干了 谢谢 我们都早点睡吧 你快去把澡洗了 你坐下 刘士 怎么了 你头发都是湿的 这样睡觉会感冒的 你干吗 有招啊 伤狼拿让你跑得快 你拿我跟张狼比 行了 瞎着睡吧 走了 我都打死了 没有了 去吧 那你睡地上 我睡就不睡 好吧 其实你也可以睡床上 但是我要准备一条三八线 我们都不能逾越这条线 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 明白吗 这个就是三八线 你只能睡你那边 我只能睡我这边 明白了吗 晚安 既然我们一起睡过了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没把门的 什么叫一起睡过了 我们这个叫 共同使用过一张床 好 那既然我们共同使用过一张床了 那之前的事情可不可以原谅我 不是说 没什么事情是睡一觉解决不了的吗 我真不知道 你是从哪儿学的这些虎狼之词 你先回答我 你知道你自己错哪儿了吗 就让我原谅你 我知道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你看着我 你看着我 我不应该身自插手你的事情 忘了考虑你的感受 之前的百分之五十 离开你也是 为你安排工作更适 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 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 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你的事情 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 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 你笑什么 你敢吃 你好像从来都没有说过 一连串这么多话 像那些小作本一样 你先答应我 其实我也冷静地想了一下 毕竟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想法难免会有所不同 就像我喜欢吃烤地瓜 但你说它不卫生一样 我现在不这么想啊 我的意思是 即便是这样 那也没有关系 只要我们两个人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对方好 我以后会尽可能地去体谅你 有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沟通 互相坦承 好吗 好 那我们就不需要 三八仙这个东西了吧 既然我们和好了 就不需要这种东西了 好吧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不能做出 的事情 什么 的事情 就是 没什么 不懂就算了 好 他是 然我 有一 acompañ 没关系 我 可以 你说你不做什么的 我抱着我的全世界 我怎么睡得着 我怎么睡得着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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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衣服放在被子里面不穿 是要我帮你穿吗 不用 我可以自己穿 真的不用 嗯 真的 真的不用啊 好吧 多怪你 那我给你道歉 你谋杀亲父啊 我给你吹一下 正好 刚刚要找你你就下来了 我哪边那边就非常找 来 西南 他在换衣服 你听不懂话吗 我得最后好好地跟你说一次 要是敢对安心做什么 我要你好看 我也警告你 摆正自己的位置 安心是我的女人 我来负责 你的女人 安心她是我妹妹 这你说了不算 我来负责 你怎么来了呀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昨天晚上打了你 一晚上的电话你都不接 我都快吓死了 对不起啊 我手机昨天晚上没信号 她没对你做什么吧 她没对我做什么呀 走 我回家 我自己能走 爱丽 给我吧 谢谢 我们走 哥 顾安生 你自己没有车啊 我车坏了 凌总应该不会记忆这些小事情啊 安心 我们走吧 我走了 你就这么走啦 你就这么走啦 拜拜 那我回去了 你早点休息啊 啊 我回来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你要是我回来了 安心 你们昨天 我虽然很不喜欢你 但是你对安心来说是很重要的人 你放心吧 我一定不会辜负她的 我不同意 林总 您说顾安生还会阻拦您跟安心小姐吗 我相信安心 小姐 我们附近超市啊 在搞抽奖活动 来 抽一个吧 来 抽一张吧 不用不用不用 我有急事 来 抽一个吧 我真的有急事 我真的有急事 抽一个吧 您就抽一个吧 好 谢谢啊 准备 唱 恭喜你发财 恭喜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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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年不乖 好 谢谢谢谢 恭喜您获得了我们的超级豪华现金大礼包 价值八百八十八元 恭喜你啊 八百八十八 好 这么巧 我确实是有急事 我先走了 那太好了 有位先生 他交代我了 如果您没有愿意跟我走 就让我把这个快递 交到您的手中 什么快递啊 我的小摩托 我只能遇见你 从未相信 有一天会如此的亲密 你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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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码自己准时送到目的地 我怎么知道目的地啊 我怎么知道目的地啊 你从来 你从来 你从来上去 你从来上去 你从来之后能等待 因为有你在 一切值得 你从来 你从来 看 很奇怪 这么准了 因为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心 跑哪儿去了你 担心死了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什么话 我想对你说 我不是一个喜欢意外的人 所以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万事俱备 就像你说的 像是囚鱼 突然之间 我人生中第一次有一个人让我这么觉得 我这么地没有准备好 这个人就是你 小时候我们因为一次意外擦肩而过 跳 小毛豆 我又不会来找你的 长大之后又因为一次意外而重逢 你先跳啊 我 你先跳啊 我 那时候 我做了一些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 你以后能不能多研究一点吃的 那我以后天天做饭给你吃 是 你所谓的体验 是忽略了我所有的忽略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你至于对我发重大的火 我不应该擅自插手人的事情 这些都是我不尊重你的行为 我自以为做这些都是为了你你好 却从来没有问过你需要什么 我以后不会再擅自插手人的事情 我会用你希望的方式去爱你 你愿意多给我一点时间去学习吗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只要是为了保护你 我都充满勇气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 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所有 来守护你 没事吧 别担心啊 黎月小心 这份勇气是你 是那个什么都可以说没问题的你给我的 因为只要有你在我身边 我就会很安心 不过你这一副愤怒小小的样子看久了 还挺可爱的 你把我太过根弱了 怎么一副愤怒 你怎么会ORY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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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